我们在江汉路步行街 在武汉的第二天 我们是从江汉路步行街开始的 三年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 这么长的街 有这么多的商铺 真的好热闹 进去先买了份拇指生煎和冰粉 我是第一次吃拇指生煎 觉得皮厚了点 吃起来一般 但这个冰粉有点豪横了 13块钱这么大小的冰粉 而且这边加料的种类好多 不夸张的说 这个要是夏天一天能吃好几碗 在路边我们发现了一家好玩的店 里边卖8090后童年吃过的零食 我们买了三包跳跳糖 接下来是对一位80后热心小伙 关于跳跳糖回忆的采访 怎么买跳跳糖 我毛钱抽奖 抽的好能够抽龙珠的卡 送你一包吗 抽奖 你为了抽龙珠的龙珠 然后那个是弹球 我们扣龙珠的卡 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卡都是一块钱以上 然后你概率不高 但是你差不多平 抽的最差的就给你送 给你乔乔乔 好吧 之类的 还有什么果单皮 什么果单皮我不爱吃 它价格大概涨了十倍 现在不是 两块钱一包吗 买也我吃了两毛钱 我吃了两毛钱 但我感觉当时那包没有那么大 小包是吧 我感觉好像只有一半 没一小包 这就太具体了 以前那一包能吃一天 刚才一会就吃完了 这边怎么感觉卖吃的变少了呢 我还没吃饱呢 我就吃了个生煎包 我还怕吃多了一会没地吃了 我现在没有吃的了 我不知道要吃点啥 你见过这么大的波形街吗 没见过 对 我也没见过 那本京是没有的 这个太大了 好几条街都是 紧淋着的都是 我再看看 现在到哪了 烟火巷美食街 前方到达 它这个真的有好多 没有 往边上走 没有 往边上走 至少有 我也想吃 可能没有你想吃 一共有金兜菜串 还有独有的蜜质酱料 新鲜的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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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 因为是港口 比较融合是吗 对 你这里都不是发源地 最后大家都是好吃的 往这一带 但是它一夜消河早吃 是因为他们中间不吃饭 别个大筋马 年纪挺大的了 我们从步行街出来 走到了一条景色很好 很安静的小街上 是呀 离开那些步行街 这边好安静啊 这边小路也不是那么多人 平和房 这个房子看起来又新又旧的 新的是外观 里头又对 那些老房子的感觉 这都是牛逼设计师 是吧 那设计成不能设计成那个车 现在大家都拍我也拍拍 那我也没看出什么可拍的地方呀 这里可以 哇你看这车闪的 哇塞 不灵不灵的 诶 武汉呢 今天武汉的温度是4到13度 但是这个温度是可以穿丝袜的 光腿也可以 北京的4度和13度是不能 4到13度是 北京是不能这么穿的 这感觉这两天咱们去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午饭吃的还是热干面这些 因为昨天没吃够 出了武汉就吃不到这么有特色的小吃了 吃完饭 我们坐公交车到的晴川阁 今天是周末 人太多了 车也太多了 行川阁是网上预约或者现场预约进 免费景点 区域不大 走走停停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能完 我对面上颜约车的应该有点 熊川阁 Jerry 可以拍对岸和长江大桥 视野很好 好冷啊 就这样了 有点小 对面就是 黄色楼 这是我昨天走过的长江大桥 我走这么长啊 我的天 当时要知道要走这么远 我是不会走的 楚国晴川第一楼 衣衫面水 你觉得它到底是干啥呢 这个住宿 别的地方那些住宿 然后这吃饭是吗 古代的时候 我反正是皇帝喜欢这风景 然后可能弄得平衡 那个关能过去 还真是啊 可以上啊 感受一下 古代的老爷后花园都是这种石头 有乱石 我这是一种感觉 可能是源于我上辈子的记忆 苏州原理 你看 我还是没去过苏州看 那你看要不下次去苏州吧 这个关口本来是有可以直接到龟山公园的入口 但是现在封住了 九三年重复 重建 从晴川阁出来到了距离几十米的大宇神话园 里面有很多关于神话的雕塑 这里也可下到长江边 鲑菲蛇锁大江 在后面的墙上山西线里也要了 是一种资格的 这是一种资格的 东西能够在那里的墙上的那里 是一种资格的 大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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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顶上还是为投入使用的建筑 不让进入 龟山公园拍长江 大桥和对岸都很好看 我怀疑这边出口 就是昨天我买佛罗那边 对对对 你这儿可以拍两张 我觉得还行 这儿就是这一只 今天天气拍出来还可以 比昨天强 通透性比昨天好一点 嗯 从龟山公园出来 又回到了大雨神话园里的 晴川码头坐渡轮 直接在码头买票 船票十元一位 从晴川码头到对岸 最多十分钟 要珍惜在船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真的很快 这个有点惊喜啊 都没想过坐这个 只能站着了 哇好赞啊这个 西洋下的长江大桥 从杜伦上下来 我们购买了晚上 汉阳门码头出发的 两江游览的船票 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出发的码头 有好几个码头 在同时售票 在网上购买的船票 需要在购票处换票 换票的地方 要下到大街这一层的地方 换完票时间还早 看地图 这里离户部项很近 我们打算去户部项 去买些东西当晚饭 户部项是个好地方 全是小吃 同样的东西 价格感觉比外边贵一两块钱 味道不差的 距离开船 还有45分钟左右的时候上的船 当时三层已经坐满了人 我们就直接在二层尾部找座位坐了下来 我们在长江游船上 三层室也的确比较好 游船上有卖零食的也在三层 我们买的带饮品的船票 每人多十块钱 去游船一层换完饮料后 发现大可不必 老老实实买船票就行 啊 好亏 我亏了 我多花了十块钱买了 多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两瓶可乐 我不是有病吗 十块钱买了 十块钱买的可乐 这一段游览整体时长一个小时 主要吹吹江峰看看两侧的灯光秀 路程是只在两个桥中间绕了一圈 觉得距离短了点 哪怕从桥底下穿一下都好啊 其他的也没啥了 带点吃的上来挺好 体验的主要是氛围感 从游船上下来继续去户部巷买了夜宵 这会人少了 现在是8点半对吧 那个勺皮挺好吃的 你还想要吗 可以 算了 勺皮裹上磨磨磨磨 要两块吗 可以 然后我再买个油 来 顺便问一下 那个地银站是往这方向走的 我这边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冰粉管购这个真好 他为什么不跑呢 不知道 好好玩 这是这个又看见了 他好乖 刚才看见的就是他 又见面了 鲁鲁晚上的 鲁鲁晚上武汉的小路 这种小街小巷 有点深夜食堂的那种感觉 哇 这怎么跟布景似的呢 就是那个拍电视剧的布景 就不往上看 你看比他这个光啊什么的 在干嘛呀 在拍啥呀 哦 黄鹤楼 哎呦 光 哦 看见没 那有那个鹤 鹤在飞 今天的旅程就结束了 今天是走马观花的一天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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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